那今天非常的榮幸跟開心能夠來到中國國民黨的中常會 看到我們基隆市提名的同志 以及中央徵召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同志 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 我首先先要恭喜柯友宜侯市長 在這個一連串的這個好好的這個篩選的過程中 終於得到了黨中央的一個徵召跟確定 那尤其是我看到了郭台銘董事長的臉書 我想要表達對他12萬分的敬意 我看到他在臉書上有提到 他會全力的來支持柯友宜侯市長參選總統 我第一時間看了 其實眼眶紅紅的 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們都了解郭台銘 郭董事長 熱愛中華民國 過去從捐贈疫苗開始 在台灣民眾最需要的時候 給了最溫暖的幫助 這一次又能夠顧全大局 全力的來支持柯友宜侯市長 我想這個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令人敬佩的 所以我只想在這個媒體的發言的這個機會 深切的用12萬分 用最誠懇的這個敬意 來感謝郭台銘董事長 另外我想在這邊 簡短的介紹一下 我們基隆市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林沛祥博士 過去曾經在美國 加州公讀公共行政 取得博士學位 是在各方面都非常優秀的一位政治人物 未來我跟佩祥同志在基隆 也會成為最好的搭檔 我們會一位在地方 一位在國會 替我們的基隆民眾 來過更好的生活 提出更好的政策 我們也會搭配我們的侯友宜侯市長 也就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同志 共同的努力打拼 希望我們在總統跟在基隆兩席 都能夠當選 為國家為國會盡一份心力 那我現在是不是請佩祥博士 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大家好 我是林佩祥 我是這次基隆市國民黨 所推出來的利物採取人 我曾經在基隆市一十九屆的市議會 擔任副議長的支持 同時之間 我到現在還是在海洋大學任教 所以我在基隆其實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未來我一定會幫我們所有基隆人 把基隆人的聲音聽進去之後 把基隆人所有的心聲帶到國會 帶到中央政府幫我們基隆從產業從交通 從國際面上面來去幫我們基隆加持提升 跟國良一起 跟基隆市政府一起 讓基隆市變得更好 我個人認為雖然國民黨目前已經提出了總統候選人 而且也完成了徵召提名 可是我認為整合的工作尚未結束 我個人曾經在多次發言都有提到 希望能夠在所謂的非綠陣營能夠要繼續的整合 包括跟民眾黨嘗試做不同方式的合作 我個人還是也認為說 唯有尋求與民眾黨進一步的合作 2024年慎選才更有機會 就在我們基隆市政府 其實我的副市長是民眾黨 那我們目前到從12月開始 那目前也是非常緊密的合作 而且合作得非常的愉快 我也感謝他給我帶來各種不同的幫助 我是指邱副市長 所以我覺得不同的政黨之間一定還是有機會合作 而我認為說2024年如果只靠國民黨三打獨鬥 或許仍然不足 我們仍然要尋求更多政黨的合作 也要尋求跟民眾黨的合作 我覺得心意比實際的職務分配或者是合作的方式 可能在這一階段來說可能更重要一些 因為唯有大家是心手相連 我們有志一同 然後我們的心也是一起的 我相信什麼樣的合作都可以談成 相反的如果我們的心沒有在一起 那可能有什麼樣子的談論的方式 也沒有辦法真正取得互信 所以這一階段來說 當然跟郭董事長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非常非常的開心 在這個過程中他仍然表達全力支持的侯市長 不只是只有郭董事長 民眾黨跟其他的非綠陣營 未來國民黨可以說是缺一不可 仍然要繼續的努力尋求跟各方的繼續合作 而我相信朱立倫主席 和他這一次這麼成功的能夠將這個徵召工作能夠完成 我相信我們的朱立倫主席一定是有這樣子的智慧跟胸襟來完成後續整合的任務 希望2024 1月13號會選出來一個政府 是一個老向和平 老向很繁榮 老向希望的政府 而不是說去一昧地去找搞意識形態 還是去找一些雙標啦 還是一些讓人家覺得聽起來很好聽 但是實質上會覺得很讓人家失望的事情 所以他們兩位的智慧 他們兩位的分布 我想他們會找到最契合的方式來做整合 因為剛剛國良講的我很認同 不是只有國民黨就夠了 民眾黨也要 甚至所有非綠的 希望台灣未來能夠和平 希望台海未來能夠繼續繁榮發展 希望怎麼樣為了台灣 為了中華民國最好的方式 我想他們兩位心中只有定見 而他們兩位也一定會精神合作和好整合